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有人说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是从低头开始的 人生路上总是抬头行走 这是愚人的妄想 时时低头看路 才是智者的常态 有句话说 想在天地之间长久立足 就必须学会低头 行走于世间 抬头看天是一种方向 低头看路则是一种清醒 狂风暴雨中 每被折断的树木 都懂得随风而动 秋天收获最多的果树 往往都被压弯了腰 成熟的麦穗 从来不翘手 以前我们总以为人生 就是要不断向上 才能如种子发芽一般 最终成参天大树 枝繁叶茂 经历了岁月的变迁 时光的流逝才发现 真正内心风雨 实力强劲的强者 懂得示弱 弱者更喜欢撑强 最后低头的人抬紧了头 狂妄的人却满身是伤 诗曰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 强出头 世人皆有争强好胜的念头 却不知强者守弱 弱者逞强的道理 很多事情需要反着来理解 或者说 你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就先看一看 事情的反面是什么 不打无准备之战 在明朝作家冯梦龙的笔下 有一个叫赵旭的读书人 因为不懂低头吃了大亏 因为学会低头时来运转 人生的脊落 皆在低头抬头之间 不难发现 一个人真正的本事 是从低头开始的 抬头逞能就是无能 宋朝宋仁宗时期 在四川成都府 有一个秀才赵旭 寒窗苦读数年 可出口成章 备受当地相浅器重 为了一举成名 他带着书童顺流而下 到了东京走进考场 走出考场 赵旭满面春风 他觉得试题太容易了 并且夺魁的事情 也是把酒不离时了 大笔一挥 写下一句诗 足念云梯 手攀仙娃 姓名已在 登科内 就在他得意之时 宋仁宗召见了他 问 这个围字 是口旁 还是丝旁 赵旭回复 是可以通用的 宋仁宗看了看 他高傲的样子 又问 无何以 吕和台 去何及 可以通用吗 赵旭面红耳赤 也因此 弄丢了功名 很多读书人 是财自傲 就是心穷的征兆 古人云 学无止境 哪有人可以把全天下的智慧都放在脑海里 哪有人可以把360行都弄清楚 哪有人可以一直是天下第一人 在现实生活中 当我们不懂得低头 就会处处碰壁 还会与别人缠身口角 造成误会 比方说在公交车上 有人拿着包 蹭了你一下 你立马就愤怒了 对方也毫不客气地回应了几句 争来争去 一天的好心情没有了 谁都不是赢家 有这样一句话 当你开口说话的时候 起码要比沉默更有用 如果不是 那就继续沉默 说话也好 做事也好 默默无闻才对 唱着高调 对了也是错了 人生在世 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如春日的暖阳微风 相处起来舒适自然 有的是夏日的骄阳 火热却不能久半 有的是秋日的傲局 清淡高雅 可远观而不可细弯 有的像冬日的酷寒冰雪 清冷疏离 而我们也不过是 众多人里的一种 不会同时成为几种人 也不可能同时被 所有类型的人喜欢着 在比自己优秀的人面前 要懂得低头 不是自卑的低头 而是欣赏的低头 老子曾说 当坚硬的牙齿脱落时 柔软的舌头还在 柔软胜过坚硬 谦逊胜过骄傲 生活中 当你遇到那些不喜欢你 甚至讨厌你的人 也要学会低头 这种低头 不是懦弱 更不是拖鞋 下重不可雨于冰 井蛙不可雨于海 没有见过 惊涛骇浪的青蛙 不知道什么是大海 没有见过 冬天的下重 更不知道什么是冰 和层次不同 认知不同的人争辩 最好的结果无非是 你说诗和远方很美好 他说浪费内钱 还不如吃吃喝喝 来得实在 与层次不同的人计较 最终被消耗的 只有自己 郭德纲曾说过 冤枉你的人 往往比你还知道 你有多冤枉 层次相同 无需争辩 你不说 对方也懂 层次不同 何需争辩 消耗的是自己 而对方 也永远不可能 理解你的感受 老鼠从来不会觉得 自己吃的东西 是偷来的 苍蝇也不会发现 自己去的 都是肮脏的地方 就连乌鸦 也只会觉得 天鹅的美 是一种罪 认知不在一个高度 怎么都是错 更不会有结果 你是花的种子 就按自己去养分 等待花苞 绽放的那一刻 你是建房的木料 就只管风雨兼程 好好生长 为一个家 遮风挡雨就行 你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就只管翱翔 享受和蓝天拥抱的自由 生活中 要有前进一寸的勇气 更要有 后退一尺的从容和胆量 事实的低头是成熟 更是成长 低头蓄能 扶久必非 可考不中的赵旭 搭拉着头 本想回老家 但是想了想 脸上无光 最后决定在东京待几年 等下次开考 身上的盘缠用完了 他就去帮人写文 赚一些报酬 即便如此 生活还是越来越寒酸 一个店小二告诉他 去茶楼里吹笛子 还可以套来一些钱 人到穷尽时 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 乞讨不是最好的办法 但一定是靠得住的办法 有一天 宋仁宗和苗太监 打扮成普通人 走进茶楼吃茶 过了好一阵子 赵旭也走进茶楼 宋仁宗看到他 一不避体的样子问 您这是 赵旭说 一言难尽 只怪学生考究不经 咎由自取 宋仁宗心领神会 修书一封 安排赵旭 做了西川治治 菜根坛有言 服酒者非必高 开仙者谢毒枣 因为低头 一个走没运的人 时来运转 看起来很离奇 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在学问面前低头 就会知道自己浅薄无知 也能真正汲取民间的智慧 就算是最卑微的人 也能够给你提供谋生的方法 讲述生活的要力 在生活中低头 就能找到生存的办法 怕是要饭 也是一条活路 楼椅尚且偷生 更何况是堂堂正正的人呢 当一个人 穷困潦倒的时候 就会体会到 人间的冷暖 也会因此变得成熟 失去狂傲之气 在高人面前低头 就能保护好自己 来日方长 等自己真正有本事的时候 自然可以和高人平起平坐 在身体方面低头 就不会折磨自己 而是想办法安慰自己 不管怎样 心情愉悦了 面子放下来了 身体就不会遭受损失 在错误上低头 你就是真正认错了 起码你的态度是好的 你可以正视自己了 从而避免了一错再错 春秋时期 孔子在去楚国的路上 遇到一个驼背的老者 拿着竹竿补馋 一抓一个准 他立马走过去问 老人家 您这功夫真好 有什么技巧啊 画家 画家风子凯画了一幅图 一个农民牵着两只羊 有人指出 牵羊只要一根绳子就够了 不管多少羊都一样 因此 风子凯虚心求教 总结 古往今来 能够称得上 能人之事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谦卑 低头不是错了 而是从错误中走出来了 低头不是无能 而是在默默续囊 把周边的人都当成老师 低头不是怕谁 而是尊重他人 低头不是糊涂 而是清醒 低头不是没有出息 而是在折服 让自己有一飞冲天的硬本事 看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 你已经懂事了 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 你已经成功了 扪心自问 什么是本事 不是你高高在上的样子 也不是你夸夸其谈的样子 还不是你富得流油的样子 而是你低头请教 助人为乐 闷声发财 淡泊名利的样子 不撞南墙 不回头 很悲壮 但不可取 这一生能屈能伸 大丈夫 争强好胜 伪君子 与朋友们 共勉 人老两年砍 迈过得福寿 是哪两年 老祖宗的经验之谈 在现实中 有人能够长命百岁 有的人天不佳年 人都是在有限的可能里 让自己追求最大的福禄寿 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 是对永生及长存的渴望与向往 我们从历史记载上或者影视剧上能够看到 咱们的古人为了能够长命百岁或者长生不老 不远万里去寻找仙人和长生不老的方法 比如秦始皇就听徐福上书说 海中有蓬莱 方丈 营州 三座仙山 有神仙居住 于是他就派徐福率领 童男童女数千人 以及已经预备的三年粮食 衣缕 药品和耕具 入海求仙 耗资巨大 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 神仙没找到 徐福他们也一去不返了 再比如明朝的家境地 好长生不老之术 而那些所谓的方士道士们 却利用家境地梦想 长生不死 履行诈骗之术 愚弄家境地 让他大量服用所谓的仙丹 并且每年不断修设斋轿 造成巨大的迷肺 而寿命并没有延长 只仅仅有六十岁 还不如平常百姓粗茶淡饭长寿 你看 就连贵为皇帝的人 也不能突破寿命的极限 在旧时 民间有人老两年砍 迈过得福寿的说法 您知道是哪两年吗 这句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话 一般都是老年人在说 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个意思 因为年轻的时候 根本不会想这件事 只有到老了 不再那么为生活奔波了 才考虑想多活几年 能够多享计年轻福 希望自己多福多寿 人老两年砍 是指哪两年呢 其实这两年分别是指73岁和84岁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老人如果能够熬过73岁和84岁 就可以福寿延年 长命百岁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在过去比较看重孔孟之道 孔子大家都知道 他被称为是孔圣人 大成圣至先师 至圣的 主要的成就有开创儒学 创办思学 编撰春秋和修订六经 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孟子也是儒家代表人物 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 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 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 那么孔子的寿命是多少呢 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出生 到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始世 共活了73岁 孟子地位虽然不及孔子 但他却比孔子长寿 从公元前372年出生 到公元前289年 始世共活了84岁 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的圣贤 所以后人就把73岁和84岁 当成寿命之侃 因为古人认为 就连孔子和孟子两位圣贤 都没熬过这两个侃 所以普通人能够熬过这两个侃 就能得到福寿 古人把每12年 划分为一个人生周期 比如在古代13岁就可以结婚 他们认为从13岁开始 就进入人生的另一个周期成年了 而73岁和84岁 则是处于人生的第六个和第七个周期 要知道 古人的寿命一般只有五六十岁 能够七八十岁以上的 确实是可算的是福寿了 当然 这个说法都是古代的一些说法了 随着现代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活到九十岁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 面对生死 我们无力抗衡 但是有些时候 只要我们在某些时刻稍加注意 还是能帮助家中老人渡过难关 不吃补品 食补才是硬道理 不少人觉得 养生总是需要花大价钱 买大补品才见效 其实 养生不在于吃多贵的补品 用多贵的保养品 反而强调 养生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 用平凡的食材达到补养的效果 也就是常说的药食同源 也就是食疗食补 用一些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食材 容易加工 容易做 是很不错的选择 需要提醒的是 对有些食材有过敏食者 尽用 过敏体质慎用 不吃油炸 油炸食品最大的特点是 油腻兼油燥热 这种偏性较大的食物 其实对所有体质都不建议多吃 尤其是对弹湿 湿热 殷虚体质的人 最重要的是 有研究发现 每周只需要多吃 114克油炸食品 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事件的风险 包括冠心病 脑足重 心衰 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等 所以 还是能少吃就少吃 能不吃就不吃 日常生活中 我们尽量选择 凉拌 清蒸 水煮 炖 等烹调方式 劳意结合 人生就像一座天平 一头是劳 一头是意 只有善于调节 才能确保健康 在生活中 很注意劳意结合 如果感到累了 就主动休息一段时间 如果感到太悠闲了 就外出参加各种活动 以通畅气血 舒展筋骨 这种养生方法 与传统的养生理论是契合的 早在两千多年前 养生家就强调 劳逸结合的重要性 《皇帝内经》中说 酒行伤筋 酒利伤骨 酒做伤肉 酒势伤血 酒卧伤气 对于老年人来说 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来安排生活 劳作 以感到舒适为意 唐代药王孙思苗也说 常遇小牢 但莫大皮 极强所不能堪耳 坚持运动 如何一直保持着 健朗的体格呢 可以选择经常参加体育运动 俗话说 生命在于运动 我认为 退休以后的老年人 不要闲在家里 要学会丰富自己的生活 多走 多出去活动身体 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选择慢跑 打太极拳 散步 跳广场舞等运动 制定切合实际的运动计划 然后长期坚持 并乐在其中 通过运动来改善大脑功能 增加肺活量 促进肠道蠕动 激活免疫细胞 让自己更有精神和活力 身体没病 健康地活着 才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下面这些话 是说给老人听的 希望你能够有所感悟 做到了就能安享晚年 家庭才能安宁 养儿养女养老 不一定靠谱 人过了五十岁 有一个道理我们要明白 养儿养女 不一定能够防老 很多人说 等退休了就和儿女住在一起 可是有多少 已经和儿女住在一起的老人 却想办法要离开 在儿女家轮流吃饭 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 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事实 会让你怀疑人生 父母把一生的心血 都给了儿女 但是不要指望得到多少回报 隔三差五的有人问候 逢年过节 能够团聚 就应该感到知足了 下面这些话 是说给老人听的 希望你能够有所感悟 做到了 就能安详往年 家庭才能安宁 不要做唯老不尊的人 老话说 要想日子过得好 老少三倍无大小 一个家庭里 老人太过于强势 事太多 总是掺和小家庭的事 挑拨关系 这个家庭肯定好不了 老人总之感觉 子女对他不好 天天板着脸 有一点小事就能超超 几天几夜 不仅家里不得安宁 左右邻居 也是避而远之 这样的家庭想干点啥 是没有啥心情的 自然也就干不好 所以奉劝一些老人 每天吃完饭 出去溜达溜达 在小区里转转 尽量少参与孩子的事 毕竟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别一天板着脸 让家里压抑 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 教我们要尊老挨幼 但是我们要明白 尊老尊重的从来不是年龄 而是那一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涵养 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老人长寿是家庭的福气 而这份福气的延续 靠的是后辈对老人的态度 其实生命无侃 珍惜是福 只要家中的晚辈做到尽心 适时用心 老人家自然能够安心 过得也会舒心 有道士创个小门 交个朋友 离开职场无事已身轻 找几个朋友 聚一聚聊一聊 精神爽 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 忙得像个陀螺 没有时间去关照朋友 连社交互动交流都很少 到了退休之后 时间宽裕了 把老朋友当成亲人 互相走动 也算是情感上的弥补 可是老人要体面一些 不要因为串门 招惹是非 破坏自己的心情 要知道 体面的生活 不是朋友给的 而是自己创造的 以下几种朋友的家 最好别去 闲得发慌的朋友 浪费时间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 忙得有声有色 闲得有滋有味 我们都以为 退休老人 就是闲得发慌的样子 其实不是的 会过日子的老人 比上班更忙 小刘的三伯父 在退休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 拿起二胡 参加音乐队 他从小就喜欢二胡 直到退休时 才真正把爱好 当成本职工作 有一天早晨 三伯父出门 遇到老友张大伯 顺便去张大伯家 创个门 张大伯一直在说 家长里短 以此解闷 三伯父看了看时间 尴尬地说 抱歉 我要去参加社区活动了 不能误了点 在我们身边 有一些老人 站立不安 睡不踏实 吃饭不香 也没有爱好 不要带孙子 从早到晚 要么抱着手机 要么在家里打盾 你要是遇到太闲的朋友 一开口就没完没了 他的话 让你耳朵欺见 小说《羊皮卷》里写道 人真的忙起来 根本没有太多复杂情绪 人太闲才会把鸡毛蒜皮当回事 闲着是为了养精神 而不是浪费时间 别搞错了 有不良嗜好的朋友 花钱无度 看过这样的顺口溜 麻将你不打 没人和你耍 要想朋友多 大家一起搓 当下的潮流 似乎没有麻将就过不下了 老人们在一起搓一把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并且可借机会聊天 拉近距离 可是很少有人 打牌不涉及钱财的 走进喜欢赌钱的朋友家的时候 他家一准有麻将 纸牌等 喊一句三缺一 楼上楼下都来凑数 牌局就来了 打牌就有输赢 赢了的人开开心心 输钱的人想要斑本 或者垂头丧气 如果你很心软 就会连续输钱 好日子也会随着消失 喜欢不良嗜好的朋友 你也不必交往 一方面是伤害身体 一方面是浪费钱 身体不好了要去打针 就是花大钱的征兆 不要相信小赌遗情 小酒一杯乐悠悠之类的鸡汤 你的退休金 其实是上半生的劳动所得 并不是谁送给你的 要好好珍惜 家里很脏的朋友 容易得病 和小张同住一个小区的李大爷 每天早晨 都会赶着两只鸭子 去郊区的水沟里嬉嬉 李大爷很爱农村的风景 无可厚非 但是他家的鸭子 一天到晚 都像从梅堆里爬出来的一样 有一天 李大爷过生日 几个朋友来家里蹭饭 鸭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让所有人的裤脚 都留下了黑黑的灰尘 从此李大爷家里 门庭冷落安马席 养生思耀里说 凡有喜事之物不可纵口 当念病从口入 替然自省 老人要担心病从口入 衣服脏了洗一洗 但是身体病了 是洗不掉的 去很脏的家庭里做客 会让你没有胃口 也会带来细菌 如果朋友家的猫猫狗狗都很脏 一准会吓你一跳 让你躲避不及 宁愿在家里吃白米粥 也不要端起很脏的碗 吃美味的鱼肉 喜欢挑刺的朋友 自讨没趣 冯梦龙写过一个 关于王安石退休之后 乘船回家的故事 半路上 王安石把船停下来走上岸 想和附近的村民拉拉家常 有一位老人说 那个王安石啊 变乱了祖宗的规矩 导致大宋不得太平 王安石一抬头 看到墙壁上 有几句小诗 高谈道德口悬河 变法谁知有许多 顿时 王安石浑身不自在 但是他忍着了 劝自己 宰相杜里能撑船 不要计较 人这一生 在职场奋斗多年 功过是非都有 如果朋友 只是盯着你的反面 还常常挑刺 就会让你很不愉快 并且磨灭了你的功劳 你要是去 喜欢挑刺的朋友家做客 一定是如坐针毡 不知道要退出去 还是要继续留着 耳边的风凉话 让你心都凉透了 穷得掉渣的朋友 怨声载道 有一天 小李和母亲 去李阿姨家做客 李阿姨拉着母亲的手说 你给我评评理 上个月 单位发慰问品 唯独少了我一份 还有 亲戚聚会 为什么我这个做姑妈的 不能做上席 我家侄子 存款几千万 为什么不借钱 给我儿子 显然 李阿姨的话 表示自己对社会和生活不满 哲学家黑格尔说 存在即合理 作为老人 应该把一切当成合理的 用心去理解 而不是抱怨 每天都发出负能量的声音 你就会觉得世界很黑暗 未来也没有希望 即便你每天拿着退休金 有吃有喝 也不会快乐 随着网络的发展 我们能够打开手机 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情况 如果你要找出阴暗面 那么你一天到晚都不会安宁 穷不是没有钱 而是心穷 作为老人 要早一点明白这样的道理 搬弄是非的朋友 避而远之 闲来无事之人总爱八卦 张家常李家短地 说别人家的事 话传话总容易传篇 歪曲掉事实 因为人不是客观的 说话做事 总带主观色彩 不关自己的事 传话尚不能还原 当事人的实情 更别提爱八卦的人 添油加醋 转述出来的二三首故事了 人的好奇心会激起对外界的探求欲 驱使人去讨论有趣的事情 来填补自己的无聊 但是爱八卦的人口没遮拦 早晚或从口出 身在职场的时候 人人都明白明哲保身 不要凑热闹这个道理 会尽量避免在背后说他人长短 给自己惹祸上身 但是退休之后 没有了这些复杂的勾心斗角 没人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好像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要是这么想就错了 只要人活在世上 就避免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职场勾心斗角固然是最可怕 但是日常生活中 也会存在勾心斗角 哪怕只是酒肉朋友之间 老年人好像大部分都喜欢串门聊天 年轻的网友们也会用短视频的方式 生动地还原了农村老年人 围圈唠家常的情景 能将一个一年回一次老家的人 传得面目全非 虽然这是个搞笑的段子 但是确实 无论是在公园还是在村口 总有一群闲来无事的老年人 聚在一起老壳 老年人多出去交流聊天是没有问题的 有意身心健康 但是爱传是非的人 任何时候都该避而远之 总结 唐朝诗人唯应悟说 窗里人将老 门前树已秋 退休之后 你是家里的老人 但是出门的时候 你仍旧要拥抱大自然 要感悟欣欣欣向荣的景色 哪怕是秋天 也有落叶之美 人老了 朋友不在乎多少 有三五知己 足矣 如果一个朋友都没有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的幸福 在自己的手里 你最好的依靠 是自己的小家庭 串门是客套 闭门是闲居 要懂得取舍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